欢迎收看111年11月4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共市长陈其迈上任后积极推展健康乐活运动城市 历拼两年内从屋到有新建14座运动中心 而位于古山区的运动中心也正式开工 陈其迈亲自参加动图典礼 希望打造不分年龄的友善运动环境 高雄轻轨自开通以来事故频传 统计今年以来就已经发生了12起交通意外 虽然轻轨列车行进入口时 会以警示音和闪红灯提醒用路人 但有民众表示一旦入口车流量大 可能会听不到警示音 高温市新古山分局历经两年10个月的时间 耗资4.8亿元终于正式揭牌启用 不仅外观造型简明俐落 内部空间更是加入高雄错绿建筑概念 希望崭新的办公厅设可以成为警方最强后盾 新闻首先来看到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之后 积极推展健康乐活运动城市 力拼两年内从吴道友新建14座运动中心 而第五座古山运动中心也正式开工 陈其迈亲自参加动土典礼 希望打造不分年龄的友善运动环境 高雄市古山运动中心动土典礼正式启动 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市场陈其迈率领团队手持精产 为动土典礼开启序幕 这已经是目前高雄第五座新建的运动中心 用我们中山国小这个闲置的场域来进行 也包括在新建未来的运动中心 总经费大概有1亿7千多万 那因为它的地区各位都很清楚 它就是临近在古山的内围 那也临近左营区 那将会提供民众一个健身 促进健康最好的一个场域 古山运动中心是利用中山国小旧校址翻新改造 目标是要打造成高雄第一座一站式 友善的全林共荣园区 陈其迈市长也表示运动中心 是提供民众更好的运动环境 所以在规划上也必须尽可能满足居民的需求 包括我们的这个公托 还有这个我们平价的教保服务准公用 还有卫生局的日照 社会局的日照也都在这里 所以这里功能可以说是从零岁到一百岁 这个几乎所有的我们的人口 都可以使用到我们这个地方 东土典礼上市长不仅仅是对促成古山运动中心 进程的议员和各局处置上卸议 还特别叮咛规划上要做好做满 让这里不仅是当地的一级运动空间 还要是居民维系感情的中心 这个是属于社区的就不应该再有围墙 那另外也责成要跟养工处 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全部做好 就把它除了这些设置之外 全部把它变成公园 市府无限的创意 让没有再使用的空间能够华丽转身 在陈其迈市长的努力要求下 相信古山运动中心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成为居民每天必访的生活场域 记者潘志光 关孟如高雄报道 新建国民运动中心 是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来的重要政策 蓝绿双方不分党派的 都共同为市民的运动环境来做努力 日前国民党市长候选人柯志恩表示 希望市府能够规划全新的运动中心 认为闲置空间的增捕 并不符合市民的期待 对此蓝绿市议员各有表态 高雄市长陈其迈上任以来 活速加码推动运动中心落成 力拼两年内要规划14座运动中心 但在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志恩 眼里似乎有点着急 日前开孙市府是不是在拼选票充数字 表示旧有的空间增补改造是运动据点 不是运动中心 过去来说我们所谓的国民运动中心 就像新北跟台北都是全新盖的 完全符合市民的需求 那目前为止 陈市长所做的很多的运动中心 都是改建或者是用现有的 这个所谓的学校的体育馆 来做一些的增补 在古山运动中心动土典礼上 可看到蓝绿双方的议员都到场支持 也表示运动中心的成立 确实是民众的心知所向 民进党市议员简换中受访时 也呼吁柯志恩要多了解高雄的需求 柯志恩他还是不了解整个高雄市的一个发展 那其实运动中心这个议题 其实部分党派的议员 早就在议事厅不断的争取 那包括高雄市政委 今年就是要以13座运动中心为一个目标 那还有前阵子 蓝指的运动中心的开幕 其实可以看到部分党派的议员 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的重视 国民党市议员陈梅雅表示 过去就有提案 希望能够将就有的校舍 闲置空间改造活化 提供居民更多的活动空间 不过如果经费足够 最理想的方式 当然还是柯智恩口中的全新运动中心 希望说 除了现在陈市长 在各个这些可能 一般的重建 校舍 然后来改建成运动中心以外呢 当然柯智恩市长所提出来的是 更有远见 是大型的 然后完整的国民运动中心 大规模的运动中心开工 动吐市府乐见其成更积极投入 虽然在选举前 大型土木势必会招来不少瞩目 但也为高雄带来了新的朝气 记者潘志光光 梦汝高雄报道 高雄轻轨自开通以来事故频传 统计今年就已经发生了12起的交通意外 频率相当高 虽然轻轨列车行进路口的时候 会以警示音和闪红灯的方式提醒用路人 但是有民众就表示 一旦路口车流量大 其实就很有可能听不到警示音 银色轿车一转弯 直接与从右侧驶来的轻轨列车来个亲密接触 而轻轨从今年以来 统计就已经发生了12起的交通事故 虽然轻轨列车通过路口时会有警示声响 不过一旦周边环境噪音较大 就可能会听不到 因为这边的车子比较多 而且都是那个重型的车子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可能听不到 可能听不到 另外也有民众直接目睹戴耳机的行人 没有留意到列车的警示音 就这样与列车近距离擦身而过 场面相当惊险 他已经走在路上嘛 就走在这个铁轨旁边 那你要是轻轨还没有经过 那还没关系 他已经开始启动了 就已经有铃铃铃的声音了 那那司机还经过快要靠近他 所以还按电 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个路口啊 他还是置之不理啊 由于轻轨的设置地点相较 让其他大型公共运输工具更加贴近民众生活 为了避免扰铃在警示音设定上 也选用了较为温和的声音 但轻轨开通至今事故频传 捷运公司近期也将会同相关局处改善轻轨的交通问题 对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还是会会同相关的单位 我们会去现场去看 那因为他都有事故调查的报告 那所以我们也会去看说 这是不是用路人自己的习惯 或是闯越轨道的这些问题 或者说真的是标志耗志的问题 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再来进行一些研究 然后再看看改善的方案 虽然轻轨列车通过时除了警示声响外 还会闪红灯提醒用路人 但对于不熟悉轻轨的民众或是外线市游客来说 一不小心还是有可能造成危险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 高雄报道 高雄市古山景分局新建大楼 历经两年十个月的时间 耗资4.8亿元 终于正式接牌启用 不仅外观造型简明利落 内部的空间更是加入高雄错绿建筑的概念 大大提升远景作业士气 也希望崭新的办公厅设 可以成为警方最强后盾 请接牌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古山分局正式启用 高雄市副市长林青龙 在11月3日这天 参加新古山分局落成启用典礼 展新亮眼的外观造型 获得现场嘉宾一致赞赞 林青龙受访时表示 古山分局不仅是古山区一山半海的新地标 让远景有更完善的办公空间 提升警察同仁作业士气 进一步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最强所在 它就是一个智能的建筑 那么就如同各位所说的 我们南南有智慧建筑 那么同时有污废水的回收 那么同时更重要的是 它跟整个山边的山系 一起结合起来 我认为这个是全台湾里面 很难得的一种 非常美丽的一个分局 你看起来它就不太像分局的分局 同事们在这里 这个辛勤工作 我们都认为应该要支持他们 能够有好的工作环境 人民要好的幸福生活 警察同仪应该有重要角色 那给警察同仪更好的听色 就是给高雄更好的城市 发展一个机会 这个地方的成立很重要 因为这里是连接到古山鱼市场 博尔 然后哈马兴 一直到美术馆 这个狼带亚洲新湾区 是现在陈其脉市长 铅铅铅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狼带 它变成是一个地景艺术 它变成是一个地标 所以在这一点 值得用掌声谢谢 所有的设计 营造建造单位当时的坚持 谢谢你们 感谢 若成典礼中 嘉宾灌溉云集 从中央民意代表 到地方区议员 产业代表也都热情与会 前高雄市警局长何明洲 也特别南下立临现场 共同见证古山景分局 这历史一刻 古山分局的勤务范围 是全台最辽远遥阔 辖区延伸到南海的东沙 以及太平岛 耗资4.8亿 并经过两年10个月的原子重建后 终于以代表海洋城市 展翅高飞的异象造型 重新与市民见面 继续来守护地方治安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市左南区议员选情激烈 因为多了一席英选名额 国民两大党也都有一席新人参选 其中白乔英获得国民党初选提名 最近每天勤跑行程 获得不少支持者热情回应 即使生日当天仍在路口拜票 女儿贴心地悄悄送上生日蛋糕 让她立刻泪崩 一当早左南区市议员候选人白乔英 就到市场拜票 充满活力的她和每个摊商挥手打招呼 受到摊商们热情的回应 我有在你撞过来 你敢知道 我儿子说 不 这个我的粉丝 谢谢 谢谢 人工 我们加油钱赚 不然我们苦哈哈 苦哈哈 帮忙 帮忙 我们还没有宣传 他们就比出三号 我就知道说他们一定是铁咖 会坚定地支持乔英 那这一次乔英抽到的唱码是三号 也希望我们的日子都可以轻轻桑桑 不过每天勤跑行程 也忘了自己的生日到了 生日当天白乔英一样安排在路口拜票 女儿突然出现 贴心地送上生日蛋糕 让她立刻泪崩 我看到他们拿着气球 拿着蛋糕那一刹那 我觉得好感动也好激动 我竟然就在街头落泪爆哭 我助理说你也哭得太丑了吧 我说没有办法 因为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的贴心 他们的乖巧 然后帮忙设想 妈妈现在正在冲刺状态 那他们也完完全全在背后支撑着我 然后陪伴着 所以我很感谢我两个女儿还有我的家人 白乔英曾经担任电视台主播 形象清新 获得国民党初选提名 申负开拓更多票员的责任 希望在现任议员之外再抢下一席 最近更推出竞选歌曲 加深大家对这个新声音的印象 希望可以为我们高雄带来新的能量 新的声音 也希望可以为高雄的议会 带来新的想法 新的创意 新的战力 所以呢我们就录制了一首竞选歌曲 叫新声音 因为我们认为音乐的能量 是可以感动人心的 也希望说这首歌 可以持续的让大家 可以想要在一一二六 出来坚定的支持白乔英一票 左南选区一般认为是蓝大于绿 但在上一届区域 立委刘世芳几下黄昭顺之后 绿营气势大震 白乔英能否为国民党左南区 再增加议席议员 还有待观察 记者黄冠维 赖湘邦高雄报道 日前在陈其迈前新林后援会 成立大会上 立委赵天林立下军令状 强调第八选区要三席全上 特别拜托乡亲立保议会 过半的关键议席唐勇 而国民党这边不久前 市议员候选人徐彩珍 也力邀韩国瑜助选 也为这个选区带来了变化 对此陈其迈市长特别站出来 为唐勇于喊话 表示对他的表现有高度信心 高市议员第八选区为前进新兴林雅区 因人口流失减一席 八抢五格外激烈 建兰映找来韩国瑜助阵后 又为该选区宣亲投下变数 选区内民进党候选人 汤勇于是政坛新秀 目前民调正处于当选边缘 不乏有些紧张 但队长陈其迈劳生在在 受访时表示并不担心 汤勇于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拥有台美双律师的资格 其实他的条件非常好 他在专业领域的表现 其实也在最近几次的民调 都逐渐的上升 我对他能够赢得胜选 我是有非常高的期待 拥有台美双律师的专业 汤勇于也表示新人选举难免吃力 更要请走基层来让民众认识 那昨天市长有提到说 对我的期许跟贬策 我非常的感谢市长 那市长也一直鼓励我 就是说就是要再来走 再来走 汤勇于提到过去父亲 也曾经在这一带参选 当时的选举环境更是艰辛 也感谢民进党数年的打拼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是有个历史的 在以前只有前进新兴的 这个选区的时候 事实上我父亲汤金泉律师 那个时候第一次出来参选 市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是从来没有一席 民进党的市议员的席次 那时候家父的竞选的口号 就是拼一席制衡的力量 第八选区选情紧张 各个候选人都来头不小 选举实况十分精彩 尤其三抢一的妇女保障名额 更是让人好奇最后将鹿死谁手 但无论最终结果 相信民众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记者潘志光光 梦汝高雄报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10月13号起国外入境台湾的旅客 将实施零加期制度 回台湾不需要隔离 意味着年底之前将会出现大量的旅游消费潮 而高雄市的雅湾区 近年来更是进驻多家国际级的酒店 陆续插旗进驻 目前已经进入备战的状态 更成为高雄市饭店业的一级战区 近年来高雄市亚洲新湾区 成为国际新级饭店的插旗重点区域 随着边境解封的到来 业者也将如何抢下消费解封材 列为重要业务 而位居北高雄的饭店业者 也乐观看待竞争 不位居来自雅湾区的挑战 事实上酒店这边对于各家酒店 插旗高雄 我们是持乐观而开放的态度 因为现在刚刚解封的国外旅客还没有大量涌入 但是现在我们平日的住房率变有五成 在假日高达有七八成 甚至九成多以上 所以面对各家国际级酒店插旗港督 我们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来 感受一下高水准的旅游品质 顺便也提醒大家 如果之后要享受这样子 国际新级酒店的服务 不妨趁现在可以上线上旅展 来购买餐券跟住宿券最优惠 国门的开放虽然会对饭店业带来帮助 但是在全台消费大饼的瓜分下 如何留住国际型观光客在高雄消费过夜 依照目前市区新级饭店的邻里 是否会面临供过于求 深多周少的情况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也建议市府观光局 应加速协助业者推出定点旅游 时速套装行程 吸引观光消费 减轻经营竞争上的压力 新的一些国际型的饭店 还是选中了高雄 来高雄建设开业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高雄本来就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 而且很多地方是值得大家深度去旅游 但是因为毕竟以全台湾的旅游能量来讲的话 高雄似乎每一次都不是首选 每次大家都是经过高雄然后去墾丁 所以我觉得高雄市政府还要努力 怎么样让这个亚湾区有这么多的新饭店的进驻 能够顺利的让他们经营 事实上必须要有极大的吸引力 怎么样去营造这个观光的景点 不是只有表面还有内涵 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点是值得大家来一看的 或是深度去做旅游 甚至是多停留几天 那这样子旅游饭店或是饮食业者都才可以受益 明年上半年度就有三场以上的这个外国艺人的演唱会 也会为我们呢带来不少的一个受益 事实上在这个演唱会消息公布的当天 我们的房间就近就是有感受到这个秒杀 这个粉丝的魅力 所以呢不管是套装行程还是说大型活动 对我们这个观光旅游业者来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近期高雄市推出的观光活动西克力十足 也引起全国瞩目 但游客多数路过 不选择停留整天或夜宿高雄 随着解封的开放 是否可以获得观光客的青睐 可能需要加速及时广义 提出配套办法来强力行销 好抢得解封才这份观光大饼 记者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 左营自由路贯穿微笑公园 中间原本有一组红绿灯和行川线 供路人行走 但是从公园两侧开出的车辆 常常会和行川线交织 造成堵塞和危险 经过新中理理长和市议员李博弈 向市府争取设置两组红绿灯之后 才改善路口人车交织的情形 这一段自由三路上 原本有组红绿灯和行川线 微笑公园两边的行人可以穿越马路 但公园南北两侧的巷子 也有车辆要开出 常常会和中间过马路的行人交织 造成堵塞和危险 由于这个路口相当大 行人在过马路时都胆战心惊 经过行中理理长向市议员李博弈反应 并且邀请市府相关单位会刊 建议在南北两侧的巷子口 增设两组红绿灯 行人从两侧的巷子口 穿越马路会比较安全 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李博弈议员 那博弈议员他为了我们这个 因为算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那他也为了我们这个工程 那也努力了很久 然后这边现场也有一些新的 伸脏设施 就是也就是博弈议员帮忙争取的 这两组红绿灯会有三个十项控制人车 自由路的车流变红灯之后 公园北侧的巷子才会变成绿灯 之后公园南侧的巷子再转成绿灯 而且都是小绿人先亮 源头率才亮 才人车分流大大减少人车交织的情形 那自由路的绿灯完之后 让它变红灯之后 我们会先让小绿人 两侧的小绿人都可以先走 因为我们行人优先嘛 那我们先让行人先走 那并且目的是为了让行人跟机器车可以错开 由于自由三路上有一处大型的黄昏市场 来采买或者到公园散步的人也相当多 在路口号制改善之后 人车按照时差分流 彼此都能够安全通行 减少车祸事故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导 为了改善临雅区服的一路一带积淹水的问题 正道理里长杨顺宝 特别感谢立委李坤泽 极力向中央争取经费 赤字1200万元 在正道公园开挖100多公尺的地下乡寒 分红大港寸排水 长期淹水的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每每遇到及时强大雨 林雅区服的一路一带就会淹大水 最高记录还曾经淹到将近50公分 印象深刻里长甚至还帮淹水的恐怖场景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 艾琴海 艾琴海这种的这是我给他好的 造成淹水的主要原因是面积将近两公顷的正道公园排水系统不够健全 导致大雨一来社区就会变成满满淤泥的大水缸 在里长和立委李坤泽极力向中央争取经费下 水利局利用正道公园草地下的空间增设分红相寒 来改善当地淹水情形 李坤泽立委帮我们向中央争取预算 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做了一条大牌 大牌疏通的话 它本身里面公园里面增设一条 差不多宽度三米 高度差不多一米半的大牌 可以缩解公园里面的它的极降雨的那个雨量 但光是更新排水系统还不够 里长特别感谢水利局 趁着这次的整修一起疏通老旧的排水管 也顺便趁着这一次全部都先整理一下 不然你里面大牌没清 你做这条是牌也不理 所以这段都清掉了 正道公园是这一带热门的休闲景点 因为环境舒服 附近的居民都喜欢来这里走走 希望烟水问题在地下香含完工后能真的解决 里长口中的爱情汗不再来 记者邱玉婷 关梦如高雄报导 循环经济和静灵碳排的议题正康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也和中山大学合作 推出维修魂修理职人特展 借由修理职人的故事 认识维修在劳动和环境的多重价值 鼓励民众以爱物习物的精神 一起学习和振兴修理文化 减少坏了就丢的资源浪费 家里的电器用品坏了该怎么办呢 中山大学城市是一座共事馆USR计划中 特别从南部各社区大学中 挖掘11位修理职人 展示他们投入修理知识传承的理念 飞机维修师退下来的这样一个人物 然后在维修厂里面教他东西怎么修 然后他就开启了他修理的一个视野 然后他后来就到社区大学去上课 然后是要直律去进修 各领域的修理达人身怀专精的劳动技艺 是劳工博物馆持续凝聚 保存劳动文化工作上的一块重要拼图 而将这样重要的劳动知识传承 刚好透过环保减碳运动 进一步延续并且发挥影响力 那透过中山大学他们这一支计划 那去把这个目前在高品地区的这些 还在从事维修的职人 然后也在从事这些劳动传承的 这些职人的故事引到这个馆来 事实上对劳博馆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专场中还教民众一些 简单实用的修理技巧 和保护物品的方式 减少它损坏故障的机会 民众也可以透过维修 碳排称重的体验 了解经过维修 让物品起死回生 再利用避免变成垃圾 就能够减少碳排放 那我们其实只要进到这个网站 然后就是把我们比如说 电风扇它修好了 然后电风扇可能两公斤 那我们就把两公斤输进去 这个计算器里面 那它就可以跑出来 就是说你修好了 一台两公斤的电风扇 那可能总共可以减少了多少的 二氧化碳的碳排放当量 维修这件劳动的这个价值 其实还是一直存在的 那它除了在最贴近 我们生活的部分 把东西修好之外 那它事实上也对我们整个世界的环境 然后对我们的地球 有非常正向的作用 迈向近零碳排 除了工厂要减少污染之外 民众在十一住行的生活中 也可以实践近零碳排 其中学会维修物品 减少资源浪费 就是立即实践的近零良方 记者黄冠维 赖畅帮 高雄报道 来到改造过后的 延城第一公有市场 除了浓浓的怀旧风行 和传统市场摊位之外 居然还可以吃到南义式的拿破里披萨 到底老板是怎么做出口感外酥内湿 而且还要搭配专门手势 拿取的蔬食披萨呢 赶快跟着镜头一起一探究竟 将发酵后的面团只靠双手展开成型 补上馅料再放进炉子烘烤 当饼皮与起司受热膨胀并散发迷人香气后 就要趁热送到客人面前 而老板也贴心提醒 披萨拿取时的手势 才能尽情享用这外酥内湿的南义式风味 像这种我们做的南义的拿破里披萨 可以说是披萨的起点 因为最早开始就从那边开始 就是不能用擀面棍 南义的话就是全部都是要用手去塑形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出边边 蓬蓬的那样子 中间是薄薄的 它吃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像这样夹起来拿 以防它料太多它会滑下去 因为它这种酱也比较湿 然后最后还会上粗糙的橄榄油 所以它就是整个会稍微呈现比较油水的那种状态 饼皮是这种披萨的灵魂是因为 我们是采用低温的发酵方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冷藏 最少要36个小时 就是整个让那个面团慢慢慢慢的发 不是很快的发起来 那里面的气孔才会分布的比较均匀 你吃起来的时候也会比较有一种嚼劲 会QQ的那种口感 尾韵会有一种麦香 会那种小麦的香气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吃这种方式的披萨 最后那一段没有吃到是很可惜的 因为最重要就是那一段 越是简单越能品尝到餐点纯粹的美味 老板的披萨透过基底的蕃茄冷酱 起司搭配不同馅料 就能变化出各种丰富滋味 其中的综合起司披萨 就用了五种不同的起司 层层堆叠出令人想一尝再尝的好味道 我们是用马杂肉的番茄去皮整颗意大利进口的番茄 然后把它打成泥 我们是做冷酱 我们也不加任何的东西 就是原来的番茄泥 上面就是我们会放三种不同的马杂瑞拉起司 还有一种切打 然后最后再会磨那个巴达诺硬的起司上去 所以严格说起来应该是五种不同的起司 然后它就是会有一种层次的感觉 因为有的奶香比较浓 有的比较咸 有的有一点烟熏味 所以它口感会不一样 然后最后再加上那个巴达诺的醋糕 它就会有一点酸甜酸甜的 会把那个起司的香气更带出来这样 喜欢正口味的朋友 可以选择酸菜培跟披萨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老板做的披萨都不是荤的 透过调味让人感觉不到这是素食 会卖起蔬食披萨 老板想传达的概念 就藏在他为披萨取了泛文的名字里面 酸菜培根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客人喜欢吃的 我们用的是德国的酸菜 因为德国酸菜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那有一些客人他想要吃肉 那我们就会推荐他吃这一款 因为我们用素的培根 是全素的 然后我们用西班牙的甜椒粉 它有一点点烟熏的那个香气 那进去烤过以后 它那个香气会更明显 所以这个口味也是算一个 蛮特别的 也是蛮多人喜欢 尤其是喜欢吃肉的人 他吃完如果你没有特别跟他说这是素 他其实吃不太出来这是素的 因为昨天经过看起来很好吃 所以今天就看完展览就过来吃 觉得很好吃 就吃荤的人也会想 就也会觉得很好吃的 跟荤的差不多 跟荤的吃起来蛮像的 那瑜伽这个意思 在泛文的词里面 它是连结的意思 就是连结 那我们希望就是吃进去身体里面的东西是植物性的饮食 然后不杀生 让我们原本的生心灵跟这个好的食物有一个好的连结 这样 记者周福庆 蔡宜文 高雄报导 进入秋天正是观赏台湾蓝树的好时节 因为这个时候蓝树已经悄悄换上新装 变成了四色树 在高雄市的明深路和明泉路上 您都可以看到一整排的蓝树 呈现绿黄红褐的花叶 颜色变换非常丰富 为市区街道增添不同色彩 来到明深路 分隔岛上种满台湾蓝树 形成壮观的绿色隧道 民众在步道上散步非常悠闲惬意 在抬头看看树梢 蓝树正在开花 颜色多变非常漂亮 还引来不少鸟儿在树上栖息 民众看到这样的美景都觉得很幸福 它季节变化 那个叶子不同嘛 对像现在是红色的 对啊我们就住在这里啊 每天感觉很幸福 仔细看看台湾蓝树 在秋风的吹拂之下 原本浓绿的枝叶上开出金黄色的花絮 结果使转成灯笼状的红色硕果 最后干枯成褐色而掉落 美成了四色树 黄色叶片下来的时候真的很浪漫 对对对 而且心情会真的很舒服 在树荫下散步真的是 赏心悦士 然后又有鸟叫声 对对对 所以是一条很舒服的林荫大道 台湾蓝树它所代表的一个花雨的部分 大部分是一个朝阳 一个很热情的一个花雨的部分 这样的蓝树美景 除了在市区的民生路民权路可以看到之外 男子的新南路和桥头的桥新五路上 也有这样缤纷的四色大道 台湾蓝树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植物 还名列世界十大民树之一 由于台湾蓝树树形优美会开花 可以说是行道树的首选 但是要欣赏台湾蓝树的四色变化 可要把握时间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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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短暂雨 气温21度到28度 南投台中张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 气温20度到26度 台北金龙桃竹苗地区因短暂雨 气温20度到24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因短暂雨 气温17度到26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赖昌邦 我们下次再会 祝您平安顺心 今到了 祝您平安顺心 相当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